今天给大家分享啊 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感悟吧 随感染发吧 就是你生活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一遇到事情 就优先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 想象成一个弱者 比如说你跟你的女朋友在一起吵架的时候 这个女朋友首先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 哦 你伤害了我 就一笑而过 难道真的受伤的就是女孩吗 那这个未必吧 那最基本是一半是一半吧 事实上的男人不能相信啊 那女人就能相信吗 是不是 所以当一方 当一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害者 弱者的时候 他实际上在作恶 在为他的那次作恶而做准备找借口 比如说你村里那些人 一吵架了之后 他就说 你这种人太作恶了 上有天下有地 中间有良心 我杨秀开始发誓了 他就认为自己受伤了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当一辆车和一个电动车创了的时候 车上走下了一个妇女 电动车边人趴了一个妇女 所有人都认为 什么呀 那个电动车的妇女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这个社会黑白颠倒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部分人总是假装成一个受害者 假装一个什么弱势群体来绑架这个社会 也可能什么呢 你密行了 你创人家车了 人都都不要你赔呢 你还装什么装啊 你还碰瓷呢 有这样的吗 公司当中也有这样的人 说我们干事就干事嘛 不会搞那些什么弯弯绕 也不会搞那些什么呢 什么那个背后的一些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每天想的如何干事 结果呢 有些人就说 嗯 那他的性格啊 伤害了我 然后开会了之后 针对我 股东之间也是这样 社会当中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优先要什么 要谨慎和小心 那个优先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灵带遇行的 对吧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看着这样的女孩 一下雪了 哦 头晕呢 趴在了雪地上 然后边上就有一个男朋友 哦 亲爱的啊 你头晕吗 我背你好的吗 我他他踢剑的打排球的时候 他咋不偷晕呢 这就住内走 你就想踹他两脚 有没有这样的 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人 说跟你们闺蜜之间 光着脚丫着喝扎皮 然后呢 哈哈都没有问题 一见他男朋友了 哦 亲爱的 我偷晕 我贫血 不要不要的 有吧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找借口 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弱势群体 可能我伤害了很多很多女孩 这个只是比方 打个比方 这个比方更容易让大家接收 更容易让大家理解 不只是女孩 而女人也是这样 男人也是这样 说现在我没有钱 我农民工 一说什么 我们农民工怎么了 谁嘲笑你农民工了 还你农民工怎么了 我们农民怎么了 谁嘲笑你农民了 你看看 你上来就把自己定位成农民工 都定位成农民 谁不要脸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两个人一吵架 你为什么瞧不起我农民工 谁知道啊 谁说了呀 是你自己说的呀 很多都是这样的 我拍了一个短视频叫做什么呢 叫做穷而无德 穷而闲的无德 结果就说了 我们穷害你什么了 我就纳闷了 你知道吧 谁说你穷了 我们说的是一个道理 是个事啊 所以这些优先的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被迫害的人 他就是有病 一定是有病的 我们根本没对他说 他就是认为你在伤害他 是吧 认为呢 我是个弱者 你不应该对我这样 这种就是自信心和什么 内心当中不强大 对吧 我就是农村的孩子 怎么了 挺好的 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嘛 是吧 我们的身份是无法改变的 那为什么别人不能说呢 不要再什么 以弱者和被害者的身份来作恶了 这都是你骨子里当中 那个什么叫做卑微的活 同时又卑贱的活 我是红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受伤了 是不是还会骂我 我已经习惯了 没给大家分享一句话 就会被很多很多人招来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没关系吧 反正我的心是热的 我的爱是真的 我拥抱你们 拥抱你们的爱 拥抱你们的恨 拥抱你们的打击 拥抱你们一切的拥抱 因为我 我想回的真实一些 回活的 回的活的随 随意一些 随行一些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我拥抱你